台北市立动物园最近动了一个特别的手术 有始以来第一次为国王企鹅进行白内障手术 病患是这指待了快21年的4号国王企鹅 动物园的受医师们诊断出 腰炎有白内障 眼压过高 还会反复发 医师决定为他进行白内障手术 国王企鹅原本生活在低温环境 进行手术时 外科室特别紧闭门窗 开足冷气 也准备了大袋冰块为企鹅保冷 防止他体温过高 经过受医们细心的手术 处理了白内障 右眼不再疼痛 4号企鹅来到动物园 转眼就要度过第21个年头 跟人一样老了 眼睛有些毛病 手术前双眼已经看不太到 但第六感还是蛮灵敏的 保育员或其他室友靠近时 他都能发觉 地面有小台阶的地方 会用脚掌感受高低差 再慢慢地跳下来 上下台阶都是行动自如的模样 日常生活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碍 动物园怕其他爱调皮捣蛋的国王企鹅 会不小心捉到他 让他跟比较温和的企鹅一起住 这回还在帮他动个小手术 好让他有个舒适的晚年 野外国王企鹅面对环境中的各种风险 平均寿命大约12岁 圈养的国王企鹅环境下 寿命可达15到20年 手术之后保育员更加细心陪伴照料 再加上受医师的协助 4号国王企鹅 会过一个身心舒适的退休生活